正信泽是苗栗苑里人 家境不大好 爸爸在纺织厂做清洁工 妈妈有一只眼睛看不见 在种田 正信泽是老大 底下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正信泽退屋以后 在家附近的夜市摆摊子 射飞镖射水球打弹竹 有一次他摆了水果盘之类的电动玩具 被警察抓到 一颗罚金 因此留下了赌博罪的记录 正信泽赚钱养家 也跟妈妈一起下田 打零工 搭铁架 在餐厅当二厨 家里的老房子改建成铁皮屋 花了几十万 都是正信泽出的 弟弟在台南念书 学费零用钱 也是正信泽负担 正信泽一面工作 一面用寒寿的方式继续进修 念空中商专企业管理科 但苗栗院里是小地方 有了文凭还是没有工作机会 我是小孩的生年 刚才出现摄影院 夏天回家工作 最后就做餐厅工作 也要去帮我倒地盤 也要去帮我倒做大布袍 这个方便 他在做一个马甩扫党 有很苦力 也要去帮我倒 只要帮我倒地盤 把我倒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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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倒地盤 老是小孩 郑爸爸说夜市摆摊没前途 希望郑幸泽找个有出席的工作 于是郑幸泽试着到台中发展 辗转遇见了小时候的旧事 罗武雄 去台中才一个多月 有一天晚上 郑幸泽、罗武雄和一些朋友 一起去唱KTV 没想到就出事了 那天罗武雄带了四支枪 两把制式地自己拿 两把改造地放在郑幸泽身上 罗武雄喝醉了以后乱开墙 KTV的人报警 警方很快赶到 小小的包厢里爆发强战 罗武雄被打死 郑幸泽和旁边的梁先生 腿上都被榴弹打到 有一名远警殉职 他叫做苏献皮 整个风源分局陷入悲伤 大家誓言要为他讨回公道 郑幸泽被当作杀警的嫌疑犯 从此夜市人生变成铁窗人生 胸枪是制式克拉克手枪 掉在罗武雄面前的垃圾桶里 胸枪所发射的四个弹壳 都落在罗武雄附近 可是确定判决却认为 郑幸泽在枪战中 跑到罗武雄旁边 开了枪以后 丢掉胸枪又跑回来 因此 郑幸泽被判死刑 这个案件疑点重重 第一个疑点是 胸枪经过鉴定 上面没有郑幸泽的指纹 现场的蛋壳也离郑幸泽很远 第二个疑点是 现场走道狭窄 沿途有三个人六只脚 这样过得去吗 会不会太急了 而且郑幸泽在枪战中 小腿中弹 开放性骨折 那很痛 根本没办法走路 而郑幸泽与开枪地点之间的走道上 并没有任何血迹 开放性骨折的伤口应该会流血 如果他曾经走过去走回来 怎么会没有血迹 法院判决的主要依据 是郑幸泽的自白 但是郑幸泽说 他是因为被警察行求 不得已只好承认作案 从真讯录影带看得出来 郑幸泽左眼浮肿 台中看守所的体检表也证实 郑幸泽左眼内瘀血 左眼浮肿 左大腿外侧瘀青 当检察官带郑幸泽 回到KTV现场的时候 他终于鼓起勇气翻供 当场告诉检察官 他根本没开枪 我没有开枪 因为我叫检察官去检察那两支枪 看我没有开过 那你刚跟我讲说你有开了枪吗 因为我怕 我怕 所以你根本有开过枪啊 对 我没开过枪 那龙先生这样讲啊 不我怕 你怕根本不应该这样讲谎话啊 嗯 那就是我没开过枪啊 之后我们要遇过这个枪 郑幸泽被判死刑 最惊讶的是梁先生 因为他在枪战中 一直跟郑幸泽靠在一起 梁先生很清楚 郑幸泽一直坐在位子上 没有移动位置 我头是靠在他肩膀上这边 然后我的手也是 应该是压着他的左手 我做点的时候 还有做动作给他看啊 嗯 如果法院有摄影机的话 应该也可以掉啦 对啊 我也告诉我怎么听啊 嗯 对啊 2006年定验以后 郑幸泽几乎要被枪决 法务部层层审核 都说可以杀 刚好那几年暂停执行死刑 不然的话 郑幸泽早就没命了 白雾十点 就发生了 天空在我看电视 看着我儿子穿了一项佳客 我就认得那项佳客 就发生了一项佳客 就发生了一项佳客 然后就发生了一项佳客 白雷晨 我就叫佛祖主币了 说 无论如何 我儿子穿了一项佳客 我儿子穿了一项佳客 生活就帮我们帮忙 不然他就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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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帯 郑幸泽从2002年被关到现在 社会遗忘了他 但是他并没有失去信心 他吃素 抄佛经 写信给弟弟的时候 总是说他什么都好 请爸妈不要担心 义务律师团为郑幸泽提起两次非常上诉 两次再审 都被驳回 司法系统还是不愿意面对这个错误 而郑幸泽 还在继续等待司法还他清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